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我們先講一些重要的事情 好, 被人罵啊, 說我們讀波 哈哈, 余工作於余樂 因為講起那個是有笨讀的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先講回車仔 不好意思, 我們太次不讀了 是吵集, 是不是有吵集的聲音 不是, 純粹是不喜歡的 好, 你們不喜歡我們就不做了 聽話吧, 好, 今次我們一次過 介紹多少輛車仔 6款車仔, 有 185炮車, 這個是什麼 TSM Model 對, 人家也會稱為Mini GT 哦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跑車 大公司, 車仔介上是大公司 今次有什麼東西呢 大部分都是跑車 由老爺, 說回老爺車 這個領先 小小玩到沒有 這個名字都很懷念 一個領先的, 應該是拉里 拉里跑車來, 應該是沒有機會 拉力賽, 因為看到這個 哇, 很漂亮 那些月夜燈, 等一下, 可以拿出來 很懷舊, 很懷舊的月夜燈 現在都沒有人這樣一排燈在前面駛 為什麼呢, 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以前的燈比較差 還是現在的燈比較厲害 一排燈 我想說, 我有時候都是 在Twitter 看的短片 有時候會拍到那些 駕魚野車的人, 有些意外的人 即是攝影機就是在車裡面 一邊炒 看到炒車打關斗的時候 那兩個人的無奈 很慘 好像電影裡面拍的撞車 沒有表情的了 等他打完關斗 即是那些厲害炒車, 即是打十個關斗 但他有經驗, 要保護自己 當它收入控制的時候 兩個人的表情 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死表情 然後就等他打完關斗為止 但是很漂亮, 那些拉花 整輛車, 而且這些舊跑車 又是有不同的味道 壞舊的, 是有些線條比較多 真的 因為科技發達, 這些線條越來越簡單 即是流線了, 越簡單越好 這輛Lancer, 當然 你這個藍色 就不是大家看到最流行的 最流行的就是Crystal Castor 是不是白色加綠色 小時候買好那些 很便宜的模型 Tamiya 在文具店買的那些便宜的模型 或者Tamiya 車仔 都是經常有那一輛的 這輛 大家知道了 先聽名字 Lancer Stratos 是1979年 很久了 Mondicara 的得獎者 這輛車的時候 出了很多玩具 很多模型 那段時代是這輛經常贏 等於有時間是數八路 好, 第二輛 好, 接著到這輛 這輛是甚麼跑車 這輛是Audi RS6 ABT 就是ABT Signature 完全是第二個年代 這輛是... 我想都近代很多 有Audi 著名的鬼面罩 前面很低 你看這輛跑車 好可愛 這輛是撞了色 不好意思, 我走走 鏡頭, 我要蹲下 電影的拍法 後面有Audi Logo 這些車仔不能開門 也不能開蓋 純觀賞 還有推的 這輛就是... 其實這輛是否算是 那些... 房跑車 那樣嗎 好像是Sport 跑車與兩房車之間 對 嘩 你看看 後面這輛相差很遠 真的差50年 德哥, 觀眾問你有沒有買 怪怪金剛啊 大了 但是未有時間拿上來 你都知道今天應該都超過了 對 好了, 接著到第三輛 嘩, 第三輛來到這邊 都是這輛車 嘩, 這個... 遷就我 遷車, 我不動了 我動不了 是前一點還是太好 不是, 就是這輛車放在... 對, 沒錯 好了, 這輛呢 我... 即是一輩人我都是冒美而求 想買這輛車的真車 不過我都知道我沒有機會 哈? 林寶堅尼 林寶堅尼的牌子 對 林寶堅尼的車出了名 就是有型和獨特的 它每款車都有個別的身形 讓你見到的 是 這一款我也不是很喜歡 Hurrikan STO 這個樣子是... 其實這些車... Sorry 是不適合在城市駕駛 尤其是地面不平的車樓 是啊 我看到有很多人入停車場 然後整天被炒掉 那些沙灘都會碰到的 對 因為很貼地 我以為你碰到的 對 做什麼呢? 就是... 就是... 女人 落了卡 是啊 落了在樓梯上 就是這樣 真的好像這輛 是啊 我一看到我就記起了 這些車是很野蠻的 整個款式 林寶堅尼是蠻牛 真的 但是... 如果地下不停都駕不到 其實它會給什麼地方駕呢? 其實你上一點 落一點也不可以 不是啊 秋洲路也不是特別平的 其實我想有得調的 是吧 調高一點也不可以 因為你落牆 就調到很貼的 我知道 在街上走的那些應該高一點 所以... 郭富城那些可能就是 純粹是放在停車場那裏 印上去 對 是來產樂中環買... 買鳥片的嘛 它是這樣的嘛 對 那不同啊 我都很羨慕 其實我真的很想買的 但是... 我以為你很想買鳥片 沒有可能 我們每句車都沒有可能 就是... 重新一句 剛才我們真的是... 我們普通市民來的 第四輛 那就到這輛了 是福特 是不是FORD 福特 Shel Bay GT500的Dragon Sneak Concept 這輛車 那就是... 這輛車呢 很有那些... 速度與激情的感覺 哈哈哈哈 很喜歡 我... 我其實很不喜歡這個系列 對啦 你覺得... 一底再知道 是那個江頭佬駕駛 聽到了 立即想到Family 雲迪素 還要拍到10集 真的沒得頂 你看這裡有一個 毒蛇的logo 哇 完全不是香港風格 完全不是那個味道 不好意思 看到 看到 對 有一個毒蛇的logo 在車尾上 那... 這裡 那... 有一個... 拉花啦 有兩條... 有兩條... 有兩條拉花的車紋 前面車頭蓋 那... 都幾兇死的 這輛車都... 我想說呢 我... 我爸爸也是駕Ford 是 是嗎 嚇死我了 我又駕Ford 不過... 我想說我應該是最便宜最慢的 但是駕了二十幾年都沒有壞 話說回來 我真的是Ford來過 但我沒有必有一架是真的Ford 是啊 好啦 那這個就搞定了 好啦 來到... 剛剛輪到我就是介紹一些很猛的車 有啊 這間很厲害 就是七新年代 二千年後才叫麥拿倫 叫做正式開始出自的車 有沒有記錯啊 因為以前都是車隊來的 後來又出了超跑的 真的... 不是各副情侶都買不到的那些車來的 因為不是一百萬那些來的 好像是 如果想看真車呢 我就知道在灣仔合和中心樓下 麥拿倫車海 我經常走過 我就在門口外面窗外 遠遠地看而已 走近一點也不敢 不過有人說呢 你好像變態叔叔那樣 對 但是呢 車行的人員很友善的 其實你把他拍照OK 即是他認得你了 已經 不是不是 有人跟他說過 你進去吧OK的 他們很好人的 你可以進去拍照OK 但是其實我覺得麥拿倫呢 他那種車呢 又有他特別的那種有靈 那種流線 還有以前好像是不是 真的好像是突然之間霧起了 多了人渣 對 因為早期他是F1車隊 他後期才出自己品牌的跑車 我忘記錯啊 而且吉川一定是小級跑車 對 還有他這裏後面呢 這個位置有一個銀色的圈 這個圈很有型 對 對 多錢價啊 70元 你講 很便宜而已 如果真的 我想九百 八十萬 都不知道行不行 都行不行 八十萬 都不知道行不行 對 因為他很多是限量的 我是問玩具 噢 玩具就沒那麼限量了 玩具可能也有一千部 真車真的很誇張 好了 最後一輛了 五輛超馬 我們落地了 Ricky 我們終於落地了 這輛呢 這輛呢 這輛就是我們常用的車 各位師兄們 這是我們常用的車 這輛呢 這輛呢 就是西九龍 西九龍的E500的巴士 這樣 就是一個巴士 我想是不是西九的 25周年幾段的 西九龍藝術區 M加又升 這麼快25周年 25周年的嗎 對 開了這麼久的嗎 西九龍只有25周年 先等等 不是 他這個25周年是 M加 是不是西九那個地方 是嗎 這25周年了嗎 雕空了20年了 西九 西九文化區 整個蘋果樹拿出來 那個田海地 不要太誇張說 這是事實來的 原來現在西九有這麼多地方去玩 他也有去寫過一個 M加 D2Pace 然後 瑤宗宜文化古 美河牛 南昌街 我知道 他都當是那條線 他這條線 就是在荔枝角 西九線 然後去到文化區那邊 全部都是文化區的站 剛才你說的 要喜歡 我們去過 我們都拍過 很棒 我想問問各位師兄 D2Pace附近有什麼好吃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D2Pace附近有什麼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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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什麼好吃 好像有什麼好吃 OK的 就是有什麼商熟 超高中街的都很多 這個巴士都很好吃 太繽紛 但好像在街上 好像沒見過這個巴士 中人區 沒有車 看前面有沒有車 沒有 對 好像很少見這個LIFE 好像沒見過 原來是 D2Pace附近的 D2Pace附近的 我想很多巴士迷 看到這麼漂亮 印得這麼漂亮 如果有住在那頭附近的 挺好的 那我就覺得 這家東西都挺值得買的 這個特大車 有師兄都說沒有東西好吃 又貴 因為我經常去D2Pace看電影 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剛才有一個反介紹 就是你去到工廠區那邊 有些很大型的茶餐廳 反而那些就叫做嘉年麥美 好 我們來拿拿 這樣一次過 沒錯 一架Tiny車加五架 Mini GT的跑車 其中有兩架很深愛 但是也是玩具車買不到 Tiny的 你們現在看的是玩具TV